14亿中国人捧出来的国家电网 发电量全世界第一 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付费使用 每年营业收入就有上万亿 可就是这么牛的企业 竟然负债规模比恒大还要多 最近啊 关于国家电网财务数据产生的讨论 在网上呢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一些外媒甚至说 这样的企业 一百年都回不了本 国家电网的财务数据情况究竟如何 赚的钱都被用到了哪里 为什么负债规模这么高呢 会不会通过提高电价来降低负债呢 今天这个视频 用数据和真相解决你所有的好奇 别走开 精彩马上为你送上 如今这个社会 生活中最不能缺的是什么 要我说就是电 晚上自然是不用说了 没有电干什么都不好使 白天一样 电脑手机哪一样少得了电呢 中国人说起电 第一个想到的企业就是国家电网 这是体制内最重要的央企之一 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 都是他的客户 需求量这么大 电价又是国家和企业定的 按理来说呢 国家电网应该像国家烟草一样 赚得盆满钵满 富得流油才对 网友翻出了国家电网最近几年的财务数据 真相啊 却并非如此 我们国家的电力服务主要由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两家企业提供 覆盖14亿中国人家庭 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也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性质上都是国字委直接管理的央企 其中南方电网负责两广云南海南和贵州五个省份的电网运输和输赔电服务 除了南方五省和内蒙古的部分城市之外 剩下的26个省份的供电服务就是国家电网的业务范围 根据国家电网2022年三季度公布的财务数据 企业总负债规模达到了2.6万亿 要是再把南方电网的负债加上去 两大电力公司累计负债超过了3万亿 比恒大钱的钱还多 同样作为央企垄断行业 中国烟草的这门生意却要好赚得多 今年3月6号 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官网上 公布了2022年国内烟草行业的利润和财势信息 根据数据显示 去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利税总额超过1.44万亿 比上一年增长6% 虽然这1.44万亿的利税规模中 不仅仅是包括了利润 还有不小的比重是烟草税收 但也足以说明烟草生意它是真的赚钱 那我们再来看看国家电网的利润情况 虽然几乎年年都在赚钱 但在一些特殊时期主业亏损也是有的 2020年国家电网利润下降至420亿元 电力主业还出现了178亿元的巨额亏损 亏损产生的原因就在于 国家为了应对疫情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减免了大约800多亿元的电费 看到这里 国家电网的财务情况就一清二楚了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的是 有负债不等于亏损 用大白话来说 负债是企业在外面借的钱 可以是问银行界也可以是向国家界 而亏损才是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 通常来说企业有一定规模的负债是很健康的行为 现在国内排名靠前的大企业 比如华为腾讯 负债规模都不低 为什么这么做 一方面有放大财务杠杆的效果 另一方面也能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 一个完全没有负债的企业 要么是借不到钱 要么本身就不是一门好生意 不需要再扩大规模了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很怕遇到高负债的企业 特别是像国家电网这样 负债规模在两万亿以上的企业 原因在于 现实生活中因为高负债倒下的企业太多了 恒大 苏宁 融创 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就拿恒大来说吧 现在还没有解决负债问题呢 国家电网2.6亿的负债规模究竟高不高呢 从两个方面可以进行衡量 一方面 国家电网的总资产规模将近有5万亿 2.6万亿负债占比不超过六成 仍然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可控的水平 特别是在电力这样的总资产的行业 真不算高 那另一方面 国家电网企业名下的资产都是一些电力设备 这和恒大拿这么多的土地也有本质的区别 相对来说 电力设备的流动性要更好一些 这么一比较下来 可以下一个结论 国家电网的负债规模虽然很高 但在总资产占比中并不大 更何况 国家电网年年还在赚钱 每年的利润都有保障 根本不用启人忧天 那么问题又来了 国家电网负债总规模这么高 这些借的钱又被用到哪里去了呢 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 背后另有引擎 首先电力建设在性质上仍然是事关民生的工艺行业 一个投资能不能干 要不要干 一般的企业会怎样考虑呢 很简单 能不能赚钱 有利可图就可以干 但对国家电网来说呀 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 假设一个村子人口稀少 只有几户人家 但为了让这几户人家都能用上电 同样要在村里架设电线杆 电力建设投入的成本一点也不小 这种情况下 投入和产生完全不成正比 那这事要不要干呢 干了肯定是要赔钱的 很多企业看到都会摇摇头 但对国家电网来说 当然要干 你别认为中国这样的地方很少啊 在广袤的大西部地区 这样分散布局的村庄随处可见 电网企业还是要安排人员过去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理在当地建设电网和电站 保证当地电力的正常供应 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电力建设过程当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还要多得多 中国这么大的土地范围 这么多人口 有的地方要先修路搭桥才能造电站 有的地方设备根本运输不进去 因此啊 要解决这些问题 电力企业前期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钱从哪里来呢 很大一部分就是向金融机构的融资 对应形成了企业的负债 除了建设投入之外 我们国家在电力方面的研发投入也非常高 很多人不知道啊 其实国家电网的专利申请数量 比华为还要多 就以2018年为例 国家电网的专利申请数是5472项 超过华为的3384项 妥妥的国内排名第一 任正非说 华为最值钱的就是人才 尤其是研发人员 为了掌握最新的科研技术 华为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超过千亿 国家电网在研发上的投入 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 我们国家电价相对便宜 多年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不曾大幅提价 这和很多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 在西方国家引爆了能源危机 能源价额出现快速上涨 根据当时外媒的报道 美国电费大幅上涨 3月份 美国太平洋煤电公司 把电价提高了9% 到了7月又提高了15% 大约有2000多万户家庭 开始拖欠电费 最能体现中美两个国家 电力体制差别的例子 发生在2021年11月的德州 德州是美国的人口大州 当时州内遭遇到了极端的风暴天气 气温一下子下降了20度 急速的降温破坏了很多户外的电力设备 导致电力供应的难度加大 供电量大幅下降 美国的电力企业 都是市场化经营的公司 当初花了大价钱 投资和运营的这些电力设备 为的就是要赚钱 和我们国家完全不一样 在当时的德州 电力供应量非常少 直接导致供电企业的收入下降 那为了保住利润 这些企业开始上调电价 最夸张的时候 德州人民用的一度电价格 高达64元人民币 等于说支付60度的电费 只够空调开一个小时取暖的 想想都觉得太奢侈了 可德州人有办法吗 毫无办法 你爱用不用啊 电价完全是市场决定的 政府也管不着 这个操作要是放在国内 很多中国人是完全理解不了的 我们国家在用电高峰时期 也会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 比如2022年的夏天 当时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很多地区 包括浙江四川都出台了政策 减少企业供电 工业用电 给居民用电让路 真正的让利于民 再怎么样 也很难让国家电网上调电价 在海外居住过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国家民用电价 不管是和发达国家比较 还是放到发展中国家当中看 都是相对比较低的 一直保持在五六毛钱一度电的水平 我们的邻居日本 电价是我们的两倍 德国平均一度电的价额超过两元 而很多发展中国家 不仅电价不比我们便宜 供电的稳定度就差得远了 就拿印度来说 目前还没有做到电力全覆盖 很多地方还在靠着传统的蜡烛照明 人均用电量更是只有我们国家的四分之一 电费便宜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问题是 电费便宜并不等于我们的供电成本 就比别人低 同样的煤炭石油 都是国际定价的 能源价格暴涨的时候 我们的发电成本同样也在上涨 那为什么还能维持这么低的电价 就是由于国家电网以及国家财政 在其中进行了大量的补贴 2022年下半年 一场关于上调电费价格的争论 在网上传播开来 电力供应事关民生 但如果能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 来减少电力资源的浪费 提高利用率 同样应该得到支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国家已经在酝酿一轮电价改革 具体来说 提高了电价上下波动的限制 因此 未来在一些用电紧张的地区 不排除电价会出现小幅的上涨 既然很难通过大幅上调电价 来提高利润 国家电网未来的增量在哪里呢 我总结了两个方向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首先 电网出海 有利于给国家电网 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2022年5月 欧洲媒体写了一篇 名为中国为孟加拉国 实现电力全覆盖 做出贡献的文章 其中就提到了国家电网 在孟加拉国的业务实践 孟加拉国地处南亚 国内经济落后 到2020年都还没有实现电力全覆盖 还有不少人用不上电 过着原始生活 孟加拉老百姓的生活 在中国电力企业进入后 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受益于一带一路计划 国家电网帮助孟加拉国建设电站 完成了全国通电的目标 这让隔壁邻居印度都看红了眼呀 电力建设是中国强大的基础建设中的一环 基建狂人出海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把国家电网的业务范围 辐射到亚洲 欧洲和美洲的多个地区 电力出海 一片蓝海 妥妥的增量市场 第二 新能源产业的爆发 推进电力行业降本啼效 也将为电网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几乎全世界都不会否认 中国已经成为了这一轮 新能源产业革命当中的领头羊 特别是在光伏发电领域 中国企业牢牢占据着世界第一的位置 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国家电网在引领新能源产业 转型的过程当中 同样充当的也是领头人的角色 根据企业2021年公布的数据 当年国家电网就已经建成 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云平台 平台累计接入了267万座 封电厂站 当年新增8700万千瓦封电 光伏并网发电 利用率更是达到了97%以上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能源利用率仍将不断提高 新能源发展推动的能源革命 将促进国家电网不断降本增效 说到这里 你应该就清楚了 国家电网前途不可限量呀 网上那些抹黑中国企业的人 不管目的是什么 说的都不是事实 作为中国人 真正应该感到庆幸和骄傲 我们很少对电力供应感到压力 也不会担心电价会高到负担不起 未来随着海外拓展 技术革新的不断深入 相信国家电网会迎来新的发展契机